川普當初實禁秀的經典台詞 如今可能成為重返白宮後 美國聯邦公務員最怕聽到的一句話 緊張氛圍破表 因為川普競選時曾主張 將維吉尼亞 馬里蘭州 及哥倫比亞特區的 十萬個聯邦工作崗位搬離 更表示將恢復F計畫 讓他有權解雇無黨派工作人員 也就是取決於這些人 是否對川普有足夠忠誠度 川普已經確定不讓蓬佩歐和海莉入閣 最新消息傳出 將邀請紐約州眾議員斯特凡尼克 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而川普一上任 也讓外界單新恐展開大規模清算 華爾街日報分析川普第二任期外交軍事核心手段 將比過去更加強硬 指出川普除了不再輕信習近平的話 還將展現美國軍事經濟實力來應對正在擴大的多區域